枪支泛滥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 由此导致的枪支暴力事件频发已成为社会顽疾 近年来美国枪支暴力问题更有持续恶化的趋势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13号更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枪支暴力已在美国造成1203人丧生 另有9539人受伤 而造成4人以上死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则更新至131起 仅在3月第4个周末 伊利诺伊 马里兰 弗吉尼亚 北卡罗莱纳 佛罗里达 德克萨斯 克罗拉多 加利福尼亚等州 以及首都华盛顿都至少通报疫情造成人员伤亡的枪击事件 仅芝加哥市不到3天就有11人受枪伤 进入4月 全美多地枪击事件依旧频发 4月3号 美国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发生一起严重枪击案 警方确认共造成6人死亡 12人受伤 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区街头发生枪击事件 1人死亡 2人受伤 4月10号 美国爱奥瓦州西达拉皮兹市一家夜店传出枪声 导致两人死亡 10人受伤 分析人士指出 照此下去 2022年可能将超过2021年成为美国20余年来 枪支暴力最严重的一年 科学美国人的文章写道 枪支暴力是美国最致命且持续最久的一大流行病 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 社会学和刑事司法助理教授杰森·西尔瓦评论说 美国是唯一在过去20年里 每年都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发达国家 枪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对公众安全构成重大威胁